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文在寅在平安会晤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后再次出榜,此榜能否为陷入僵局,这招美无核话谈判,打开突破口备受关注。 文在寅出席联合国大会,报道认为,韩美首脑会谈是此次文在寅访美之行的重头戏,这将是文在寅就任总统后第五次会务特朗普。 文在寅将在会谈中介绍,听让韩朝首脑会谈结果,并与美方重点讨论,尽早举行,招美首脑会谈,和实现办到无核话的方案等。 联合国大会期间,文在寅将会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,还将于26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,文在寅将在演讲中详细介绍,受到全世界关注的第三次文经坏成果,以及关于半岛无核话,韩朝关系,招美关系的韩国政府蓝图。 请网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昌南关少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,文在寅将在韩美首脑会谈中,向特朗普详细介绍,和评价本次韩朝首脑会谈的成果,并基于会谈结果,同美方讨论无核话问题解决方案,双方将就寻找张美无核话对话突破口,促进韩朝和张美关系,取得良性循环,不再等开展深入讨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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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